屏東厚灣海岸 湛南海水下透出翠綠色十分吸睛 海水退潮岸邊就出現 整片猶如綠色地毯的美景 火台別名海青菜分布 溫雅熱帶中低潮帶礁石跟擬灘 當海水含有大量零氮物質 就會大面積繁殖 腐敗後惡臭 高光 高溫 低鹽的一個環境 尤其是在營養鹽變多的情況之下 它非常容易爆發 臺灣目前湖台奇景在北海岸老梅綠石潮 苗栗 苑 里 鎮 海邊 還有屏東厚灣海域 厚灣可能是當地廢污水造成 國外系統湖台大爆發為海洋災害 過多的情況下 湖台會造成底下會被遮光 同時大概15天左右 所以它很快就會死亡以後腐爛就會造成一些有毒物質的一些釋放 目前屏東縣政府以針對園區裡面人口以及油氣活動較為密集的區域進行規劃 預計在萬里頭 後壁湖以及船滿13處正設污水處理設施 啃管處表示 湖台生長量會受季節跟水質影響變化 將會持續觀察當地湖台的生長狀況 也會監測水質變化 以免讓湖台影響當地海洋生態 大海新聞玄寧陳立偉綜合報導 正在屏幕拉加訂閱 陳立適其理 南風 串 杜如 掸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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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